35歲男星李逆峰是內地當洪小新 但今個月2號離奇缺席 韓州一個品牌宣傳活動之後 又突然被中央電視台中秋碼會除名 昨日網上瘋傳李逆峰涉嫌票槍被捕 對此除了工作失火出發聲明澄清之外 李逆峰亦都親自發聲 只被謠言困擾的案例不計其數 因謠言而釀成的悲劇亦都不計其數 但是今次事件 由謠言施主原本是三致藍藝人 發展成為李逆峰的過程 實在無法對好入座而主動回應 不過有關聲明和詳問事後全部消失 將引發網友的熱議 不過去到今日 北京警方透過微博發通報 指近期正派一中違法犯罪案件當中 將35歲男演員李某某籌獲 對方對多次嫖娼的違法事實 共刑不毀 現在已經被依罰 予以行政拘留 而央視報道指 經距的記者和相關部門核實 演員李某某證實就是李逆峰 而不少品牌除後亦都紛紛宣布 和李逆峰解除合約關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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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